近距離瞄准目標狂開槍 烏克蘭第三獨立突擊旅 在巴赫姆特與俄軍近距離交戰 我已經跟敵人相見了 眼睛在眼睛 我們距離是三米相互 烏克蘭士兵宣稱 他們成功偷襲敵軍陣地 巴赫姆特持續激戰 烏軍加緊趕制新武器 這些用在巴赫姆特戰場的無人機 全都是18到20出頭歲的年輕人製作 用來幫助地面士兵作戰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為了公開俄軍的惡行惡狀 特別帶德國官員到切爾尼戈夫 這兒子上升了4月早上 我們把手機移動 我們把手機移動到屋子 我們的1個街上 370人在這個屋子上 屋子上有2002公斤 屋子上有27天 澤倫斯基字字句句表達對普京的憤怒 因為全村367人被關進只有60坪的地下室 將近一個月導致許多年長者缺氧喪命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也親自造訪基輔 除了譴責普京開戰 更說援助烏克蘭F16戰機和長城飛帶符合美國利益 TVBS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